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国家的居民大都要打房梁的 老房子时间久了 房梁上难免会有蜘蛛这类东西 这些东西在房梁上是垂挂吐丝 最后会在房梁上挂上一条条絮状物 吸附上尘埃 就会形成一种很特别的尘埃 这种尘埃民间一般叫做房梁尘 顾名词一就是挂在房梁上面的尘埃 无梁尘呢 这东西和房梁尘看起来差不多 也是一种类似蜘蛛吐出的丝一样的絮状物 只不过它却不是挂在房梁上的 而是挂在墙上的 那房子四壁的金角盖拉里都有可能出现 最最重要的是 这无梁尘 它并不是蜘蛛这类东西吐出丝形成的 而是脏东西带来的 看我们这一行的习惯呢 把阴晦之物称为脏东西 为什么要这么叫呢 说白了就是因为脏东西 聚拿阳间肮脏之物 所以但凡是有阴晦之物待过的地方 基本上都会成为聚拢阳间肮脏之物的场所 这些肮脏之物年合在一起 最后附着在墙壁上 就形成了这种无梁尘 出现了无梁尘的地方 并有脏东西曾经带过 而无梁尘出现最频繁的 基本上都是家宅 而且十有八九都是无人居住的房子里 在风水看雨中呢 有这么一个说法 洋宅必须得洋忍住 否则就算风水再好的洋宅 那也是白瞎 毕竟房子这个东西吧 它就是给人住的 洋宅的风水是得沾活人洋气 才能变成极佳的学长的 所以房子也不一定要越大越好 这玩意儿一看风水 二看人气 却已不可 得相辅相成 学长太小 人过多因向风水流通 而且就那么一点学长 庇护不了太多人 反而容易招惹是非 学长太大 人太少 反而没人气 就更不好了 尤其是房子没人住 那绝不是什么好事 你不住 时间久了 可能就有东西要帮你住了 说来说去呢 最终还是得把握一个度 因此在卖房子的时候 千万要做好预算 恰好究竟有多少人以后要住 住多少人就买多大房子 这个是有讲究的 只不过 我想不明白的是 松宿的这个公寓 就那么一丁点的地方 你这都是有人住的 这儿墙上出现无良尘 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事实上 这一次整个事情 都透着一股子 不同寻常的味道 风水极佳 人口合适 房子也没出过什么事情 这样的房子 完全没理由招惹脏东西啊 可眼下连无良尘都有了 说明确确实实 有脏东西齐居 具体是何原因 招惹这脏东西 怕这还得我仔细地谈寻 苏苏这时候 可能也想歪了 见我和林青 还有周静三个人 盯着墙上无良尘看 顿时脸红了 跟我说 这个不是我不爱干净 这房子也不是怎么回事 总之灰尘特别多 我天天打扫 就是打扫不干净 就算打扫了 第二天就又有了 脏东西和你住在一起 你能打扫干净 那才真是奇怪了 我心中无语地嘀咕了一句 这时候 林青忽然问我 天天 你打算怎么解决啊 没有别的法子了 受助带兔 我犹豫了一下 缓缓地说道 今天晚上 你和苏苏 穿到楼下车里等着 我自己在屋子里睡觉 因为我的体质 躲在屋子里当东西 怕是一定得出来 到时候 问题就解决了 这我绝不是说大话的 我这先天阳弱的体质 就连阴帅鬼王都稀罕 对于一般的脏东西 诱惑力就更不必说了 在我家跟前 那鬼老太 就是最好的例子 躲在我家跟前 等了多少年 就为了害我 如果不是以前 有我爸这个 杀气七段的高手 坐镇 他不敢下手的话 恐怕我早就出事了 这屋子里脏东西 怕是同样不能免俗 而且 从松祖说的事情 这屋子里的东西 是胆子越来越大了 最开始的时候 只敢在洗手间里走动 紧接着都敢 拉人被子发出笑声了 这分明就是 越来越肆无忌惮的节奏 我估计 如果再拖一段时间 恐怕这玩意儿 敢压床 明目张胆地 稀释扬气了 就中他这份有恃无恐 只要我睡在这里 今夜他必然会出现的 林青似乎有些担心我 犹豫了一下和我说道 你上刚好 而且将近一个月没活动了 要不 我今夜陪你在这守夜吧 我想都没想 就直接拒绝了 林青的八字我看过 他是海中金命 属于命乡特应那种 基本上他娘还赶上当年的 古巴领导人 菲德尔卡斯特罗了 这人说起来啊 可能绝大多数人都没听说过 但是他的一生很传奇 是别人累死都念不上的那种传奇 他一生遭遇了638次刺杀 结果最后愣是没事 命硬的帮帮响啊 属于想死死不了那会儿 林青的八字都快赶上这卡斯特罗了 命犯王神煞 再加上他手上沾过血 力气特别重 一般的鬼怪见了他都得绕着走 今天晚上他要缠火进来 我估计竹子的脏东西就不敢现身了 那我的计划呢也就泡汤了 所以我干脆直接拒绝 决定今夜就我一个人独自在屋子里睡 来个隐蛇出洞 解决的法子定下了 我们几个也就离开这里 也许是吃了个饭 下午我准备了一些东西 就返回屋子里开始布局了 在门窗上 隔天上一道 轻衣送我的天使镇宅服 把门窗全部封死 这样一来 只要脏东西赶来 我就保准让它变成瓮中之鳖 有来无回 刚做完这一切 已经是晚上六点多钟了 下楼和车里的轻衣他们三个碰了面 出去吃了饭之后 我就返回了公寓 这回为了能把这脏东西勾出来 我算是彻底拼了 破天荒地解下发脚印 这东西除非是我倾神 否则绝对不离身的 毕竟我这体质需要这么个霸道玩意儿震着 然后我又把百臂刀也卸下藏了起来 百臂刀在我得到之前淫血无数 在我手里也斩杀赤美亡良无数 杀气太重 不能带着 容易吓到脏东西 最后 我又把乡亲那边 走脚赶尸的人用的阴风铃挂在床头 这玩意儿不受四面风 只有阴风能吹响 挂在床头 也相当于给我挂个警铃 免得被脏东西打我一个措手不及 准备工作就绪了 我在晚上八点左右的时候 合一钻进被窝里 说实话 冲当这个诱饵 我心中几乎是没有一点恐惧的 因为我料定这房子的脏东西不是凶 要是凶的话 苏苏别说坚持那么久了 一晚上就得交代了 我觉得以我现在三段杀气程度 足以收拾它 就这样 我在床上足足等了三个多小时 一直没有任何动静 渐渐地我也开始犯困了 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 睡得特不踏实 怎么说呢 就是那种半梦半醒的状态 相信很多人都试过 这种状态睡下不一会儿 就忽然耳边听出这哈的一声 脸上凉死死的 就跟有人对我脸的哈气一样 紧接着 床头挂得音风铃铛就响了 这一瞬间 我浑身鸡皮磕大直冒 一股冷气从脚底直窜到脑门子上 整个人也清醒了 我知道 这屋子里的那个东西 终于还是忍不住现身了 只不过我想知道 这东西到底想干什么 所以也没有立即睁开眼睛 仍旧装作在睡觉 那声音又响了 紧接着 我耳旁传出一连串的 咯咯咯的怪笑声 这声音有些尖锐森寒 听得我鸡皮疙瘩直冒 我终于忍不住了 直接睁开了眼睛 四周黑洞洞的 没有什么异常 我知道 那是脏东西不想让我看见 我又没有天生阴阳眼 所以它不现身 我还真看不见 想到此处 我心中暗自冷笑了一声 暗自运了一下杀气 下一瞬间血色朦胧我的双眼 我终于看到那鬼东西了 忍不住狠狠地嘟嘱了一下 因为一张鬼脸正对着我 距离我的脸不足十公分远 这是怎样一张脸呢 我看到之后的第一印象就是 老鼠 他的脸型和五官搭配起来特像老鼠 尖嘴跟黑豆大小差不多的眼睛 嘴唇上的褶皱 整张脸是黑紫黑紫的 大概是以为我看不见他 他仍旧在笑 笑的时候满是褶皱的黑色嘴唇 形状不变 只是脸皮子往后扯 看起来说不出的诡异 发出一连串的笑声 黑豆大小的眼睛里满满都是恶意 说实话 我也算见过风风雨雨了 但是一睁眼 看到这么一张脸还真吓了我一大跳 就连呼吸都有些急促 过了许久 心情才终于平复了一下 四下一看 他发现这鬼东西是从墙里面爬出来的 后半件身子还在墙里面 只探出上半身凑到我的跟前 这时候 这鬼东西终于安纳不住了 一边咯咯咯地鬼笑着 一边撅起满是褶皱的嘴唇 一寸一寸地朝我这边贴了过来 刹事间 我感觉自己体内的阳气似乎在往外流失 瞬间 我就知道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鬼东西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摸金天师 有名活人回避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喜马拉雅账号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有声的紫金 我也知道 您感谢您的心理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